75岁高雄现身成都,与梁小龙三年未见路边偶遇,相约吃饭激动难演。 9月28日,知名港星梁小龙晒出了一段和老友高雄重聚的画面,两人走在成都大街上突然偶遇,见面后热聊不断,两位戏骨都老了不少,画面引发热议。 2人一碰面就互相热情地打招呼,梁小龙更激动地对着镜头表示看见兄弟后非常高兴,透露自己和高雄已经有三年没见了。 视频中,高雄亲密地搭着梁小龙的肩,两人还相约下次一起吃饭,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非常要好。 当天露面的高雄依旧穿着格子衬衫,虽然专程做了发型,但看上去还是老太尽险。 那段时间高雄也曾在好莱坞发展过,近几年返回国内后,高雄也收到了不少邀约,但或许是他为人太过低调,所以热度并没有回升。 和高雄一样,近几年梁小龙的事业也不见起色,虽然收了不少徒弟,但出彩的作品还是只有早年间的几部。 不过毕竟两人年龄已经70多岁了,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发展事业并没有那么重要,无论如何还是祝愿这些老戏骨们晚年能够健康快乐,生活安稳。 再换 Bible